民進黨加油 民進黨通過基隆 桃園與新竹市長提名 黨主席蔡英文親手為參選人 披上競選背帶 肯定民進黨八年地方執政 成功翻轉三縣市 期盼年底慎選 接續執政 基隆 桃園 新竹在進步 我們不走回頭路 在地方執政的好口碑 市民朋友好不容易找回光榮的感覺 一定要連續下去 現在就是我們破壞下一個八年面景的時候 提名記者會請來現任市長 包括基隆 林又昌 交棒 立委 蔡世映 桃園 鄭文燦看好接棒的 現任新竹市長林志堅 他在桃園市民的支持度 是超過了我們的競爭對手張三鎮 所以能夠接棒桃園市 我相信可以無縫接軌 打造下一個黃金十年 林志堅確診隔離中 透過視訊與會 他說將盡快拜訪桃園地方人士 強調團結才能勝選 而接續林志堅的副市長沈慧宏 活數入黨獲得提名 但知名度仍不足 也使得國民黨不再猶豫 通過徵召市議員林耕仁參選新竹市長 林耕仁都算 他經過了這段時間的努力 我們黨內做了多次的民調 他可以穩健領先民進黨跟其他的候選人 我想新竹市 國民黨的基本盤非常的強壯 也非常的團結 只要我們團結 我們一定會贏回這一戰 藍營新竹市提名定案 而高雄人選也呼之欲出 目前黨內民調最高的前立委柯志恩 預計下星期中場會將同果提名 新廠列治正義好 劉姿營討的報導